锦衣之下满心都在想着学习计划一试 惊吓很自然地就忽略了路易那句 一个月后我回来检查的意思 丝毫没有发现自家夫君又要出公差了 大人 这份学习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率先洗漱好的惊吓 小小的身子用被子裹成了一个粽子般 坐在床上盯着陆一发问 明日 大人 你看线下这冰天雪地的 要横尔和生儿起那么早 他们又年纪尚小 着实是不易 若不然等来年开春了再开始 路易回身看了看他 可以叮嘱到有你这个娘亲陪着一起 不会是难事的 惊吓默了默 起不来的可不就是自己吗 两个儿子平日里倒是还能比他起得早些 未待他开口 路易便看出他那点小心思 你放心 你也不必担心起不来 届时我把房间的门锁撤了 横尔和生儿会来叫你的 怕什么来什么 说的大概就是惊吓了 做着最后的挣扎 大人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学习 有残服盯着就可以 那个 我们就不必参与了吧 你说呢 路易挑眉反问了一句 不再开口 翻身上榻 拥着他躺下 其实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丝不爽的 他眼里只有孩子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听到自己要公差的事情 也罢 彭叔自己也还要过一天出发 他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省得又磨人的不行 大人 我觉得 早些睡吧 明日一早还要起来 你总不会还比不过横尔和生儿吧 路易用激将法 让陆夫人安分地睡下 相对于惊吓的忐忑与复杂心情 陆夫两个小公子 倒是对于明日开始的学习知识充满了期待 因为他们的爹爹陆指挥使说 努力练功 认真学习 便能同他一样 这让打小就对自家爹爹甚是崇拜的两兄弟 自是高兴都来不及的 可年幼的他们 上届不知要练成陆毅这般模样 需要花费多少的刻苦与努力 岂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次日一早 天色尚且只有微微亮 期待了一个晚上的两兄弟 便缠着奶娘洗漱更衣 早早来到了陆府主窝门外 爹爹 爹爹 进来 这倒是让两个小娃娃微微一愣 爹爹说进去 门没锁了 两兄弟推门而进 陆毅已经更衣洗漱好了 爹爹早 爹爹早 陆毅浅笑回到早 娘亲还在赖床 这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爹爹到后院等你们 说吧 陆毅唇脚一勾走出了卧房 相信凭着两儿子的缠人 三小只应该很快就会一起到后院找自己 大人 早 已经在后院等着的陈福 一看到陆毅 便拱手问好 陈福 这是给恒儿和深儿暂定的学习计划 你每日按照这个督促 他们执行 都还没什么基础 无非是养成一个良好习惯 陈福接过一看 里面的内容写得如此详细 为何还要自己来督促 迟疑了片刻 还是开口问到大人为何不自己亲自教导 我要去一趟梁广 陆毅将公差仪式讲与陈福听 末了补充道他们太磨人了 我怕是很不下心 我出去这些时日 也是给他们找点事情做 陈福心道 大人都很不下心的事情 自己对着两个软萌的小公子 如何狠得下心来 依他说 大人锻炼的不只是两个小公子 更是身为工具人的自己吧 陆毅自是明白陈福的想法 直白说到该责罚就责罚 你不必有什么估计 至于惊吓 我会让那两小子看好的 嘴角抽搐了一下 陈福似是在消化自己 听到了什么一般 让两个四岁的小娃娃 看着他们的娘亲 大人是不是把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这话想得太好了 是 属下明白 陈福恭敬地应下 心中却不免忧心 接下来这段日子 陈福怕是有的热闹了 然而 接下来的一个场面 更是让层服大吃一惊 爹爹爹爹 我们把娘亲一起交来了 陈毅看着一脸兴奋的两小只 还有他们身后明显睡意惺忪 正犹如发怒的小野猫 瞪着自己的陈福人 控制不住的轻笑 嗯 猴儿和生儿很厉害 今日我们开始第一天的学习 爹爹跟你们讲一下规则 一旁的层服 既是吃惊之鱼 更是汗颜 夫人调皮没错 可两个小公子也是鬼灵精 都说一物 讲一物 自家大人都套路到儿子和夫人身上了 未免太腹黑了些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